哈喽大家好 我是爹地小夫 近段时间的有几位老铁问到我这种贴配三斤管是怎么拆下来的 他说拆两次 多一会儿时间没有拆下来呢 板子都烫坏了 三斤管纹刺不动 就像我就用我手的上这款tl2的最新升级板tl杠叉跟大家示范一下 当然拆个三斤管呢 只要是烙铁都可以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随便找一个三斤纹纹理吧 比如说这一颗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底板是常温状态 没有进行任何的预热啊 首先呢 我们直接在三斤管的两边脚上给它加上焊锡 堆锡 也就是 然后呢 我们烙铁不要离开板子 让这个底板的温度升起来啊 像这样子 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移向另外一边 这样子来回的给它加热 啊 这样子的话呢 就掉了 是不会损害底板的 这样子拆坏的原因呢 无非就是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没有掌握好加热的时间 烙铁头在这两边切换的频率太高了 导致头子跟底板加热的时间短 久而言之 就把这个底板给搓坏了 第二个呢 可能就是用力过猛啊 想把它用力给撬下来啊 这样子都是错误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托尔T12的最新升级版T12-X 这个升级版相对前边的版本来做了两方面的优化和质的提升 第一就是智能功率调节 也就是不管我们输入电压是4.220伏还是240伏 它的最大功率输出限制在150瓦 限制最大输出功率之后呢 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延长我们的发热心使用寿命呢 第二个就是算法的优化 这一代产品呢 把这个温度检测的频率提升到了每秒100次以上 这样子的话呢 使输出的功率更加稳定平顺 你比方说 我们把烙铁头放在这种散热比较快大的铜皮上边啊 之前的版本呢 它是在 40-100瓦之间功率跳动啊 那么现在的话呢 它可以稳定在70瓦左右不变 这样就使我们的输出功率更加的稳定平顺 好的 有需要这款托尔最新升级版T2-X的辣铁可以看一下左家的小黄车跟大家挂出来了 非常的好用 前面说的拆三星管呢 确实是有粉丝的要求 那么刚才说了这个是烙铁都可以拆 接下来我们拿一个电脑主板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散热的话呢 非常快啊 我们找一个这上面最难拆的 比方说这个地线的柱子啊 这个散热相当快 而且焊点相当大 接下来我们把烙铁温度调至380度试一下行不行 好的 我们看板子呢没有进行任何的预热啊 常温状态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坐纸的焊点上给它堆吸 好 现在烙铁刚休眠 温度还没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散热啊 拿去就已经凉凉了 这次我们把烙铁温度调高一点 现在调到了400度 然后我们把烙铁头放上去等一会儿啊 可以看到迅速的就融化了 接着我们用镊子 轻轻的就可以把它取下来了 没有压力啊 像去类似这样子的借普通烙铁就老他没有办法了 只能用风筒了 好了 最后确实有需要的烙铁可以在左下角小王车看一下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